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很了解这个 今天是多少号 3月15吗 3月14 好 首先要祝大家节日快乐 今天我们休息 然后只是出去拍了一个旅行日记 然后就回来了 回来休息了 例子出去逛街了 我刚才去游泳的时候把头发打湿了 所以就没法出去逛街 所以我就拍直播了 其实是因为有点想你们了 就是 好久没有 好久没有和你们聊天啊 见面啊 也没有唱歌给你们听 好久没有唱歌给你们听啊 我黑了吗 我怕了吗 我怕了吗 就觉得还蛮神奇的 那天和姊杰爸爸他们一起还有stuff他们一起吃饭 然后吃完了之后就出门散步的时候 就碰到了有中国人在那边唱歌 在唱五月天的歌 然后我们都挺喜欢听五月天的歌 所以就停下来听了一会儿 然后那个小歌就邀请我们上去唱 但是我上去 我说可以把吉他借我吗 他好像有点惊讶 他可能只是让我上去唱 不是让我上去弹 然后就 呃 就去唱了一首歌 他们真的唱的还蛮不错的 就是看得出来是那个技巧啊 声音线都很好 对 我觉得在外面听到这种 嗯 这种很熟悉的旋律 还有歌词 觉得很感动 就是挺触动的吧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也不存在说 抢别人饭碗什么的 嗯 只是说 大家都 缘分嘛 是吧 好好的生活 好好聊天啊 好好假装我 已经快点光亮了 啊 龄扇炸云张佛上湿的试eted池衣帐廣的aysomst 晕翠衣帽 Voilà 我刚刚说了 啊啊 嗯嗯嗯嗯啊 诶 今天没有阳光,今天下雨了 然后我们在雨边的海滩顶着戚风冷雨 然后在那边穿着比基尼拍照 当死我了 我有双下巴 给你们看一秒双下巴 三二一 不准截图 我喜欢雨后的情话 我喜欢闪迁的心话 我喜欢周三的芳华 被下瓜 亲吻的水族观 我这边现在五点一十八 你们想听我唱歌吗 等一下 看一下 什么 最近都没有什么 没有新学什么歌 哦 回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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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